字幕提供 好了 又到贏波攻略 星期六 當然大家聽慣聽數 繼續有我的肥鬚和好拍檔盤王傑 之前幾天的歐聯歐霸和習塞Dino 都給了很多啟示 覺得最容易贏的那一場就是聖日門 現在是雪帶公主師的 有頹尼文說堅毋端 如果是球賽...,所以很難的是 我們原因都是給您的 但是ijn文真的愿意 上次很多成績 當然是回回ба kanske星期六聯賽 大家也知道 amily 請報告 期望每個日都會有 提不同分析 related 所以星期六 當然星期一的球少一點 只有兩場 但另外星期六日都會盡量爭取多些不同聯賽的賽事 以及將會喜歡聽完整個節目的朋友 整個小時都聽完 如果是個別聯賽 我們都會有相應應對的方法 將他斬拳 給大家節省時間聽 事不宜遲 先來一場日跡 上星期終於斷纜了 帶一把飛腳斷纜 所以這個星期我們不選他了 我們選另一場賽事 就是仙台維家泰對著神戶勝利船 仙台現在排在禮異的球隊 很厲害 我一開始以為仙台這班球員說得難聽一點 就是一陣氣 但是不是站著下時站著的時候還中在第二 神戶勝利很頑皮 排十三位 其實卷起哦 剛班也不是 ket 但 Sri今期的成績就算一位相當壞 神戶了就算天王杯、對著低組別 也是 They are going to win 上一場聯賽 aujourd就輸給潘田 之前對綠島 甚至了七山岩 也不能勝到 唯一在百月十八號 最後一圍 différents 誰都能贏的那隊 擦榜光殺多 相反 仙台作客一般搬 近期又不說太差 剛剛輸給廣島三戰 大家也知道廣島三戰都是排前列球隊 所以作客輸也沒口非 之前也能夠贏川崎前鋒 作客也能贏大公重輸 其實戰績不算太差 但還是叫一搬 麥杰仔 這場球會不會爆冷了吧 神戶應該是吧 如果看回先台 看回主場的成績都不錯 近幾場都贏了 近期來說 看回上一場 即使他輸給廣島也好 其實他們作客之餘 他們的賣門次數比對手更多 都是十二次起腳 所以是不是這麼差 其實不算太差 相反 神戶就令人失望一點 防線 尤其是神戶經常都搞不定 這場 覺得是不是應該都可以捧主隊呢 其實看回主隊 其實一定是主隊 但現在看回指數就有點擔心 因為看回初半指數 先台為太太 人半一八水 入球大小 兩球半三球 大造九六 現在看回現在 都是人半一 但就回到差不多十足了 入球大小 就跌到兩球半 大造八三 對 有些隱憂 撇開盤路 其實就沒得踢 應該一面倒大 但看回先台為太太 主場成績這麼好 神戶勝利船 又捉得這麼差 為什麼盤路會去到半一 又回 而且入球大小都回飛 本來兩球半三球都回 所以陰謀論有點擔心 陰謀論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神戶都有些雙兵 尤其是他們主力 大九寶家仁 後房 宇田憲斯 都不在陣 還有停賽 上馬崇仁 都是一個不錯的球員 主力來的 為什麼還會回飛呢 我就真的拚爆頭也搞不定 還有一樣的 第一循環 維加泰作客都贏 是啊 因為先台其實是挺好的 所以你說盤應該去到一個球半 或者去到一個球半 才像樣 半一 可能最近的盤 或者大家對先台最厲害的信心不算很大 因為早前有些反覆 甚至是八月初 甚至是坐客輸給紮房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些有影響 所以你說陣容上 或者近方上 照計都是恐主隊 我不怕 我照他 照他主隊 我真的不怕 我反而看好這場球 我入球看勢了 因為我看上兩場 對賽紀錄都是一兩球起的 這場球撇開陰謀論 我反而看好入球勢就算了 入球勢 沒問題 接著去法甲的賽事 這場就是巴斯蒂亞對著近方 我們剛才都讚過他 巴黎聖日門 巴黎聖日門在上個禮拜聯賽輕鬆贏之餘 尤其是歐聯 簡直是大孔大熟 沒得踢的 不過 甚至安拆樂提都很聰明 贏到這樣一刻 這群莫衛流力 都換了他出來 其實這群莫衛的面子都很頑皮 但我覺得沒所謂 其實 晨祖都贏了 一路電定勝局 出來休息一下 踢一下聯賽也好 而且現在的陣容上 都看到隊形上 星日門開始頗穩固 防線似乎有改善 泰高斯華和亞歷斯 防守之餘 還可以上前 一人入一球 這群莫衛也射入過十二碼 所以其實現在陣容上 尤其是柏斯道理 對中場線的幫助很大 但相對巴斯蒂雅上星期作客0比3 繪敗給伊維恩 其實都很正常 因為我都說過 巴斯蒂雅都是科西加島的球隊 因為他們一離開的島 就好像不太懂得踢 而且實力始終真的差一點 沒辦法 這場球會不會對聖日門的信心會大一點呢 絕對有 巴斯蒂雅都是新星班球隊 還有開怪 開怪不是那麼好 像你所說 巴黎聖日門已經越踢越順了 我那些零買當頭起 這場球我看過巴黎聖日門要贏了 應該是 還有看過指數也不是很多 初半指數 巴黎聖日門仰半一 上玉94 入球帶勢兩球半八 到現在的盤路都沒怎麼動 應該是 尤其是巴黎聖日門現在 如果再起聯賽不贏幾場 上回一些 現在他們排在第四 相距全勝的馬賽都有六分 相對巴斯蒂雅 其實主場暫時都叫兩場一勝一負 所以其實主場是否特別好呢 也不算是 如果以實力計各方面 半一抵玩 抵玩 因為你看巴斯蒂雅 主場可能是優勢 但是對同級的隊伍也有優勢 你說對巴黎聖日門 你看主場都可以輸給聖日門三球 你級數一定聖日門會高一些 不用考慮了 不用考慮了 真的要當頭戲了 這個世界沒有真紅頂白了 這場這一隊 是否又是當頭戲呢 就是蘭斯 或者我們有些朋友叫尼姆斯 對藍石 上星期很記得跟大家提供 藍石主場對著馬賽 有個主場之理 我記得跟本王研究一下 究竟仿真草有沒有幫助呢 其實仿真草真的沒有什麼幫助 因為馬賽很fit 馬賽沒有辦法 太fit 其實若然他們把得好一點點 怎麼只會贏一球呢 相對於藍絲 或者尼姆斯 其實上星期都打得相當好 他們主場大炒利益 其實他的突擊 尤其是比較出色 他們踢得相當奏效 鎮中球員不是那麼出名 尤其是比較少有巴西籍的迪亞高 但其實也是整體 比較法國式的中下柔球隊的風格 傑仔 會不會看好主隊 我這場球挺好這隊主隊 會啊 剛剛看上場大勝蒙比利埃 贏到3比1 所以這場球對著藍石 水準不是那麼好的球隊 這場球對著指數 又是有一點點擔心 初半指數讓主隊讓平半而已 入球大小 兩盒半 大造106 看回到現在 盤內沒得怎麼變 都是主隊藍絲讓平半十足 反而入球大小就降到兩球 大造860 但我有信心 因為其實我又覺得他不讓得多又正常 其實老實說 藍絲對玻璃不算特別實力強的球隊 其實他讓得多又反過來有危機 但我覺得讓平半是一個頗合理的水平 你呢 你也是支持主隊 那如果看回到平半 希望他臨場會下班比較少 如果不然現在都會看好主隊藍絲 因為始終扔著平手 還有可能飛數這樣 因為不多不少 有少少是新星班球隊 那些人都會記一記的 是的 那些人會記一記的 老實說 如果不是 小弟走去我們做功課看 看得很足 看他的表現 很多人是不會留意他的表現的 覺得他上個星期是不是符碌的 還是蒙美利愛是流力的 但蒙美利愛那場球都不是流力的 根本是想贏的 老實說 那蒙美利愛 你說回到主場 對阿仙奴那場球是不是打得很差呢 又不算差的 其實那場球是輸的 我覺得是細節 或者是贏的質素方面輸的 所以這場法甲賽事 我覺得都可以 要主導 有時候我也是那句 那些大球反而未必那麼好玩 這些反而不需要踢歐洲賽 不需要踢歐聯 這些球隊可能是更個人更好玩 又不讓得多 對阿 最好就是不讓得多 最好就是這件事 我們接著就講一下英超賽事 我們先講一場藥隊對戰 我們先講一場坤士柏流浪對著史督城 坤士柏...不好意思 車路士對史督城 說錯了 車路士對史督城 說車路士 其實他周中對祖雲達斯那場 就打一場激戰 那場球就浪費了 因為巴西小長奧斯卡 就相當神勇了那場球 就進了一個世界球 但是防線始終 我相信車路士來說 大家會看過歐洲超白杯 或者都會覺得是有少... 某些位置 我覺得輸第二個球 其實看到泰利是... 鬥得太深了 即是他的球比對手突破越位 至於小屋城 上個星期就憑著高羅智的入球 就好像打NBA 文仙尼形容就是用NBA的方法 都不是單球的 打NBA 就叫做和了萬城 但是那場球就... 萬城就一般搬 我又不覺得萬城打得特別出色 但是似乎... 叫做fit了一段時間 其實你覺不覺得呢 車路士的底韻 或者是否危機開始有些出來呢 尤其是防線那裡 都有些 因為看回那場球 輸兩球 其實都是... 大衛雷斯和泰利 縮得太後 跟中間斷了個洞 所以就輸了兩個球 我想教練都會看到這一點的了 還有... 始終對手關係 這次史督城的對手未必那麼強 我想這場球應該都會修正回來 修正回來 即是言下之你覺得上盤OK嗎 看看指數吧 因為普羅大眾都害怕的 因為看回初判指數 車路士上球半是9 入球大小三球做了10足 看回現在大小盤都降到 盤就降到一球球半是9 入球大小就降到兩球半三球 大了一零幾 那你怕不怕呢 你覺得車路士 我不怕了 因為我看回... 因為功力今年真的很強 買了很多人 其實他買那麼多人都是因為 一半是打勾聯 一半是打聯賽 我不擔心他累或者人腳 那你說後逢有問題 但是這場球對著市督城 我覺得不需要擔心後逢 看看能不能入球 那我看回他們今年的功力很強 還有看回我盤 一球球半 贏就贏了你 贏了你兩三球 即是拿著半個盤跟你玩 所以我這場球一定看到車路士 也是的其實 你問我車路士 真的是不是很害怕 還有呢 有種感覺 市督城近期 雖然也和過 例如曼城等等 阿仙奴 但是還有一種感覺 他挺受壓的 反而我還覺得 他們的前線功力 不算特別出色 這件事就是我覺得 如果他作客更加不上算 對著車路士 我覺得對車路士來說 今年的人腳真的有很多人 你想想奧斯卡都可以 看出來就厲害了 之前都收起來了 經常踢後備 其實今年的人腳真的很足夠 還有摩西斯等等的球員 這場我和阿傑仔的看法都一樣 反而這樣才應該要支持車路士 然後我們又去另一場 就是去組場的史雲斯對愛華頓 史雲斯終於斷攬了 就是輸球 上星期輸給維拉 那一場也沒話好說 維拉也踢得不錯 當然史雲斯那種踢法 有辣有不辣 他作客主場也偏向侵略性 或者主攻的態度比較多 所以對著維拉 尤其是後防線沒有了西巴牙籍的折高 因為他本身要停賽 他的影響是挺大的 其實沒有了他的後防主力 所以這場球回到主場 究竟又怎樣 愛華頓那天還不值 那天擺了個球 五次進龍門 進了兩球 一個球就過了八屆 然後有兩個球沒有越位 又說越位 我覺得愛華頓幾沒有運 如果那一場球對著劉卡蘇 知道不能夠贏 其實他真的是黑仔 這場 你的看法是怎樣 近況來講 受讓那一隊 因為看回初盤 小雲斯主場 但是初盤是平手的 小雲斯八五 入球帶勢兩球半 大了零幾 現在反而愛華頓讓 讓到平半 愛華頓十足 入球帶勢 落到兩球兩球半 大做八 似乎大家開始對小雲斯 覺得他走到盡了 可能是這樣的感覺 但其實因為上場作客 那你這次回到主場 愛華頓作客又不是那麼厲害的球隊 受讓我一定看到小雲斯 我的另一個想法就是 那個入球大 兩隊都攻的 尤其是小雲斯又攻 愛華頓又攻 其實 兩隊要開個入球大 都不太困難 我覺得 指數都合理 那個入球大都 我覺得 看起來就好像 幾恐怖 由平手 搞到愛華頓讓球 但我不怕 反而我覺得 看起來受讓 是啊 所以阿傑仔 覺得要受讓 就要主場的小雲斯 我喜歡 愛華頓 不是 我喜歡入球大 就是愛華頓兩隊都很肯攻 腳鋒也不錯 近方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入球大 應該可期的這場球 接著講另一場英章賽事 就是韋斯咸對新特蘭 上個星期 我記得我有做語音半場分析 就是諾域治對韋斯咸 最終是胡家白卷0比0 但其實兩邊都沒有攻勢 不是 其實兩邊 尤其是主隊諾域治 寫了18次門 接著那邊的韋斯咸 都攻了9次 其實我覺得兩邊 是撐把能力 其實兩隊都很肯攻 當然 韋斯咸 你也要不要怪他 首先就是因為 那一隊沒有卡路爾 剩傷了 上一場沒有卡路爾 前線只有卡頓高爾 以及路蘭 打過後賞 還有 作下情況下 我覺得韋斯咸還是差一點 但是上一場算是這樣的 拿了一分 今次回到主場應該都會好一點 至於新特蘭 上個星期就和了利物浦 其實那場球 他也有點仇額 但是你不得不讚 就是新特蘭近期 其實他的表現不算差 但是他就很有趣 這班球 還不懂得贏 但是也有些入球能力 防線又不是那麼穩 其實這場有什麼看法 我看好主隊韋斯咸 因為又是盤路不多 初盤讓平半 入近大西兩角半 到現在都沒有怎麼動 我看好主隊韋斯咸 就很韋斯咸 因為讓球不多 看回他上場是和了駱惠治 但是他回到主場 其實兩次都會贏 反觀就新特蘭 你說作客比阿仙奴 但是那場球大家都說 死手 一來阿仙奴都沒有適合 直接把握不了阿仙奴 而且你對著強隊會死手 但是你這次對著韋斯咸同級 你會進攻 都會的 所以會吃虧一些 所以這場球我看過韋斯咸贏 沒看到奧尼爾 這個領隊 雖然是傳統英式的領隊 但是我們也看到他教新特蘭 也有些改變 例如阿杰仔說得對 上一仗對著利物浦 其實他們縮得挺後 打過4-4-1-1 尤其是打過單箭頭 叫做史蒂芬廢查 剛好就把握了利物浦 自己的後防出賽 就把握了那個機會 射門 即是賣門指數 上一仗是不算多的 以主隊來說 他只是射了六次門 李物浦寫了二十次 那利物浦自己把握不了 老實說 李物浦的表現是否這麼頑皮 那場不是那麼頑皮 所以見到新特蘭也挺死手的 所以我暫停健仔所說 這場他對韋斯咸 相對都不會縮得太後 再者 這場我倒了 看得很入球大 因為我覺得 新特蘭的防線 他縮在後面這樣踢都更好 但如果他肯開放進攻 老實說 真的一般 我覺得他的後防也是一般 還挺肯攻的 而且對著同級對手六分球 我不覺得奧尼爾會守 所以我就要入球大 蠍仔喜歡主場 喜歡主場 再講完這場 修咸頓對著維拉 維拉終於開齋 大家都會很擔心維拉這班球 但維拉近年 好像有種感覺 很討厭 為什麼會討厭 因為很多時候看好他的時候 他會令你很失望 但當你看壞他 好像上個禮拜他就贏了 但這班球是挺有趣的 是不是絕對可以看好呢 但修咸頓呢 其實你怕不怕有些傳統英式領隊 就像修咸頓那樣 不去守 即是他作下又攻 主場又攻 這班球都不會守 上一場對著阿仙奴 還要兩個烏龍送給人 怕阿仙奴不懂得入球 好像輸壞了 尤其是輸得太早 輸壞了 那這場球怎麼看 你自己怎麼看 這場也挺難選的 因為收咸頓還要讓球 初盤是平手 因為大小兩球半 現在大小沒有變 反而主隊去到楊平半 十足 你說讓球我覺得 會不會太過分呢 好像讓球 讓球得起 雖然看他兩場主場都輸了這麼貴 輸給曼聯和輸給韋根 但是就未至於到 這麼厲害要讓球 我有些擔心 他也是 大家都知道 維拉 其實都屬於 偏向 如果肯守都守得不錯 找守突擊 是比較拿手的球隊 我又怕有些感覺 就是 他也是看著修咸頓來攻 好像韋根 照版主要韋根的方法 等你攻啊 你就上吧 好了 接著屈美十一個 操守不及 令到對手操守不及 就突擊 拿他命了 我反而覺得這場球 其實 是不是修咸頓捧得過呢 我真的覺得很危 你怎麼看 你覺得 維拉你覺得是否捧得過呢 我兩隊都不捧 不過我反而看好入球勢 好過了 因為你說修咸頓 是不是一邊都死攻難攻 但是他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不代表他進入球 那你說維拉 我預計他會頗穩固的打 所以我預計這場球一兩球 所以我看他入球勢 不捧哪一隊 不是啊 那我捧維拉了 你捧維拉 維拉就很有趣 當這種環境的時候 他又有好處 我又覺得有好處 他縮在後面打 而且艾堅絲都是比較經驗上淺 相反對方的貝利 其實上年大家都看到他 較駱惠智可見一班 有時在一刻駱惠智可以不用輸 其實都有那種感覺在這裏 所以我不妨試一試 當然我也是建議 這麼多場英超 這場是小駐而情 這場真的很難 這場是惡搞一點 老實說你問我 我都覺得這場是惡搞一點的 接著講講另一場 就是維根對著富咸 那維根上個星期就沒辦法 輸就是輸的了 輸了十成都是輸的 沒辦法 富咸這班球真的 你猜不到他 他要好的時候 他回主場就可以大炒對手 當然了 西暴朗也是有少許的原因 就是因為打少過 最終都沒辦法 追得成平手 但佩璃托夫也不負眾望 過了來經常被人改過 什麼叫啼璃托夫 但還啼什麼 啼了這麼多年 啼了兩年 始終他們可以大炒西暴朗 但風格上 你會不會怕富咸作客又會差一點 你會知道富咸這班球 我一定會因為富咸 其實一向作客比較差 但是今年我覺得 簽了貝璃托夫 改了一點點踢法 我覺得有一點點開始 多了進攻 就不同以前 死手難手 以前都是死手 突擊 對呀 所以你說今場球 我又看回韋根主場 其實功力也是OK的 雖然輸了給車路士 和事都成 但都拿到兩個入球 對事都成 那你對車路士 他都不斷強攻 進不了球 證明他們又是幾攻得下的 所以今場球 看回初判指數 韋根任平半十足 又是帶小兩頭半 大做十足 到現在都一樣 我反而看到入球大了 都是的 比如你看到上一仗 就算作客萬聯也好 他們都有些攻勢 起碼都拿到八次起腳 不是一面倒 尤其是他今年 韋根也是簽了 肝尼科迪亞的快速前鋒回來 變成還有馬龍來 這兩個都是快馬來的 再加上阿根廷的迪森度 都OK的 所以變成前線的速度 能力也是足夠 那記仔真的看好入球大 這場 我都支持你 因為我覺得富咸 神經起來 他隨時再進你幾球 都有支 只是他這群球 你經常捉摸不到他的 但是他的功力也是有的 當然大家都知道 怎樣差也好 貝德比托夫 加上賭歌相向的 諾達列加 其實是一定的實力 再者還有道夫等等的球員 在這裏 所以這場球 贏輸不要搞了 入球大算了 真的簡單點算了 這些球 其實用來過關 或者入球大小 都OK 我覺得不太難搞 好 接著說說另一場賽事 西暴浪對雷丁 兩隊都無道有愛輸球 雷丁上個星期 反而我覺得他起碼 是不是趁熱刺病 拿熱刺命呢 誰知道他被人拿不死 而且我覺得雷丁 打得很差 那天不知為何打出來 完全是受制於熱刺 而且可能熱刺這群球員 都打得順 他早入球 是難搞的 而且相對有部份球員 我覺得都是適合了 這件事是真的 現在的三叉擊很明顯 就是迪科爾打中間 左右兩邊就是 加利夫巴爾 還有艾朗連龍 這個最拿手 熱刺快速突擊的 攻勢足球 蝕古神 還有丹比利等等 後上 至於金將的主隊 其實這一仗就慘了 因為奧丹文治 尼利亞的射手 上一仗就無端端 一腳踢人 人家拿了你的球 不用踢人 紅牌 這場就將會停賽 他的停賽 我預計 可能是羅申貝治 或者是盧卡古 我預計羅申貝治頂替他位置的機會 比較高一點 搭著山欣朗 但是 其實西部朗在主場有一定實力 就算沒有了奧丹文治 應該都不頑皮 是啊 所以這場球我也挺看好西部朗贏 因為洗盤 初盤之後西部朗贏半球 8 入球大小兩後半一零幾 現在盤已經升到上半一一零幾 入球大小沒得怎麼變 我看好西部朗贏 因為看回你 今季兩場 贏利物浦和愛華頓 你一場就負軸 第二場又贏愛華頓 不是說頑皮 反觀雷丁 主場又輸 作客又輸 開關開得不好 不順皮 西部朗回到主場又是高一點的 半一 一粒都搞定了 所以我都看好西部朗贏 應該都是的 因為這班雷丁給我的感覺 都還是英冠波那種味道 始終也是不太懂得守波 還有 有時候打那種叫氣勢 的士氣 老實說 如果他真的懂得守一點點 那場駕車路士未必輸回 即是 即是後輩再輸多一球 那也是的 不樂觀 主場都輸給熱切 作客更加對著主場特徑的西部朗 大家都知道西部朗主場 和富咸的意味都差不多 所以其實挺凶惡的 這場球簡單一點 那也是要主對西部朗 這個時間每個星期都有的環節 又出來了 又到重錘出擊 重錘出擊 說明要重錘 當然這場球 我大膽一點 都要挺而走險的 雖然說重錘 但都要比一場比較 偏少少的 都是巴甲 不要嫌我悶 但是這場我今季 我相信暫時未試過捧這隊球 就是廢古倫斯 大家都說 哇肥叔 為什麼會捧廢古倫斯 大家都記得 由一段時間去到季中 其實廢古倫斯近期的狀況 是回來了 現在回到18位 彭美拉斯去了19位 即是尾三對尾二 其實是一場互級大戰 我再不厭其煩 再說一次 其實彭美拉斯這班球 酒油自取 尤其是貴的 包括拿到巴西盃 之後就不思進取 跌下跌下跌下 本來由中油跌下來 其實以他們的人腳 沒有理由這麼差 他們陣中有志義國腳華迪維亞 甚至已新入選國腳 中超踢過的巴高斯 甚至已踢過山東魯能 回到前鋒奧賓納等等 所以这帮球的人根本应该在对手之上 但是近期真的不太行 状况很差 近三场都全部都输了 上一场主场在打比战输给哥林泰斯 之前对着 也不用说了 前列的华斯高和明尼路还不输 他唯一近期赢球是主场赢利斯菲一队不懂作客的球队 商海肺古伦斯近期其实有改善 大家不要看他的排位 18位可能有些记忆 其实他之前是排在榜尾 上一场作客去到巴希亚之输 我觉得值得原谅 但是之前几场都是不用输球的 在主场赢了高士奴 也曾经作客和了邦迪比达 主场又赢了哥林泰斯 主场也和了库明尼斯 以及曾经赢了哥林迪巴等等 所以近期他在主场是相当OK的 我自己觉得这帮球近况是有无声的迹象 而且这帮球本身如果说实力 虽然人脚不算特别出色 近期来说 看到前线的卡奥 甚至老将 早撕杀等等都开始有点入局 入球能力相当好很多 所以这场球平手盘之下 榜尾大战的护球大战 和六分球的情况下 我就捧废股轮尸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赢 我给这些球 你怕不怕 不怕 巴甲相信你 巴甲很简单 你研究他的人脚都没有意义 因为他的流动性很大 大家都知道 反而是那个form 还有 阿杰仔可能自己做球员或领队也知道 他经常开快车 巴甲有些领队也说过 投诉 可不可以不要经常接连地开快车 即他可以是 这个星期开快车 下个星期开快车 连续几个星期开快车 接着他说 我由主场去到作客 根本只得一天时间 去了一天了 好了那天 然后调整了 然后练一课 过去球场踩到草 第二天就踢球了 对吧 其实对于球队真的没什么机会调整 是啊 一定会 因为都很迫切 可能有伤病的都说不出医 是啊 所以其实呢 为什么 我经常抓住那些人 抓住那些朋友说 巴甲就一定要追着埋 追着埋的意思就是 他根本都没有时间调整 他衰起上来也没有时间调整 他飞起上来也很少说突然间会跌的 隔两天之后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其实 除非你说主客的成绩差距太大 如果不是呢 就可以 就是肉追下去 所以其实肺骨灵师 看到近期真的是fit 你说巴甲就没有说话 就是去到没说话 好了 接着我们转一转口味了 去到德加 去到 就是史浩克04 对着拜仁慕尼克 似乎贵初 史浩克也算可以的 打得近方相当好 上一场在联赛轻松赢的 其实那一场跟八人之前 也曾经贵初赢过的格雷特霍夫一样 都是输球的 对着史浩克和八人都输球 上一场两个年轻球员都挺开心的 看着德斯拉和何志比 开始担正上来 欧联也打了作客一场 对着奥林比亚高斯 史浩克也算是轻松赢的 如果整场看出表现 他们都是佔上风那一队 其实作客来说 那个形势差不多也算是佔上风 因为史浩克以前觉得作客差点 但是打得不太差 他们若非有一个十二码不入 其实他们可以赢到三比一 当然也不得不提 亨特拉尔似乎回来了 上届已经好很多 这届就好像杰仔经常说 老耳也有点担忧 可以的 今年就倚中了亨特拉尔 还有阵中 今年也有巴黎达过来 何志比也打得好 甚至美国各脚 中斯也复出了 整阵队就云巡了 所以拜仁也有意料中事 我也要怪怪拜仁 又是赢不到三比一 又是欠十二码 又是欠十二码 站起脚就对着华伦西亚 真的按住来打 那场球是完全没得打 在联赛上上星期也说过 他们又差一点点 三比一就叫做赢 面依师就没什么和和果果 又不是输盘的 其实在这场上怎么看 也算是前列大战 假的也 看起初盘 小黑04 手让半球 作客八人让 98 入球带西两盒半三球 大做八 到现在就没什么变 我看近期这两队 其实两队都很fit 真的 无论作客主场都很厉害 我看两队的功力这么厉害 我不想哪队会赢 我只想入球大 算了 都正怒的 因为你看回小黑04 主场入球有保证 那你拜仁作客入球也是保证 还有两队踢法都斗工的 不是说死手那些 虽然看回数据 前两季都是好像两球交收 但是一季季这些是数据参考 那今季我觉得他们两队 着火 所以我觉得看好入球大 尤其是有一队着火 虽然12万不入 但是文素姬始终是白人的射手 今届 因为他之前踢过和夫斯堡 所以他对德甲完全是很入局 而且对白人我也觉得他很入局 还有一件好事 就是我上一场看到欧联 看到入球 这个白人 诺斌和聂佩利都有交流 起码就不会说我不交给你 你不交给我 就说之前不和 其实白人这帮球很差 他们叫做球坛的荷里活 往往都很多事 很多事非非出来的 只要这帮球就不要搞那么多事 总之专心踢球 就似乎应该可以了 似乎这帮球应该这样 但是对白人有没有信心可以再赢呢 其实你也想想可以 也有的 因为看回赵克林四 你看看对着奥格斯堡主场都失一球 虽然那场球是赢的 但是对着那么弱的对手都失得 你白人出了名风就厉害了 而且我和你贵初都看好白人今天拿着 冠军其实拿着 所以 赢球都有机会 不过我比较稳定一点 就看好入球大 入球大 随时有机会白人赢到三球 没错 或者2比1 3比1 那些都不奇怪 我觉得这些球是随时的 你如果看到上届的两次对峰 虽然只有两球交收 但是其实 上年白人是很差的 白人差得来 但是其实两边都斗攻的 其实这两帮球是世仇来的 碰到都没得抓楼摊 说得逐一点 所以其实 无论赢输也好 我觉得 白人现在的攻力 他真的很厉害 我都贊成阿杰仔所说 都不要搞太多事了 入球大随时 还有呢 入球大好处嘛 看场好球 一路 你得你哪边入球 总之就是 大家斗入而已 所以 其实 拜仁这场 我真的都有信心 我自己都有信心 其实私底下 你问我呢 我都有信心的 不妨先要入球大 那说到另一场 这队是有信心的 有信心的 一路坏下去 这队就是 漢堡 对着多蒙特 其实多蒙特都可以的 多蒙特的表现也是不错的 其实多蒙特也是欧联能够赢球 不过我也是觉得那种 就是当蒙特 又是那种感觉 始终没有了乡村真司 和巴里奥斯 不fit 就变成利云道夫斯基 担正的时候 似乎我觉得 銳利感 那种感觉 没那么强 但是当然 他们对欧联 对着亚迹士 也是打得相当好 按住来打 也有20次的起脚 亚迹士的防线也抵挡不住 最终利云道夫斯基一战正江山 就帮多蒙特在死亡之组取了三分 但都弄得很厚 很吻水 现在杰仔 你有没有觉得多蒙特的感觉 跟刚刚 早上季 或者再前一季 是 那时就 有理无理 好像一对初生之熟不畏虎 拨命攻 但现在感觉好像 好像 他脑定了 他看着来踢 就不想尽量塞那么多球 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有 看上年的感觉 气势很厉害 好像阿仙奴一味不断 三股仔不断抢羽攻 但是今年 如你所说 踢得成熟了 是不是叫成熟了 已经不是说 用气力去逼你了 没错 用技术 不是那么好 而且今年 很明显 多蒙特的气势弱了 一来没有了向前真思 真的差点 差点 所以我觉得今年多蒙特 真的要特别努力了 如果再有成绩的话 要 但是这一场 比如看看漢堡 漢堡上一仗ant them 都很不错 作客去到近期很 HBO 的法拉克福 都是输的 法拉克福三战全勝 这代的漢堡 都很厉害了 全部是零分 和何昏昂战底 还要负数入球 怎么办都没用 就算是签了个混答华志 又如何 上一場積拉石也是紅牌備軸 所以令整隊球都少打過的時候更加輸 所以不輸有鬼 而且前線的把能力 我不是說孫興文這個球員不好 但是你要依順他入球 他還不是那種射手型 雖然他上一場也有入球 但是最終後防線又搞不定 所以漢堡不行 有沒有信心這場多門可以贏呢 但是讓得很辣 挺誇張的 初盤客隊多門帝讓半球 上盤一零多 入球帶勢兩球半三球大做十足 現在轉盤還要不是轉一格 而是轉雷龍格 多門帝讓到一球 這麼誇張的 九幾 入球帶勢沒怎麼變 大就落了少少飛到八百 會不會太誇張 因為我想 普羅大眾都覺得漢堡 漢堡都可以死 多門帝近期那麼勇 可能心想一球正在贏你 看看贏多少而已 所以去到一球那麼多 我爬冷這場球我看好入球勢 因為你說多門帝是壞球 但是你看看他主場去 今季 不是說失去很多球 所以一球給羅倫堡 其實他就算作客 他現在的踢法 我寧願他要1比0 就不要3比2那種 我感覺上 所以如果以漢堡這樣的功力 我真的有點擔憂他 究竟能不能入球 所以我就看得很細 你說多門帝是厲害的 但是你看看作客今年對紐倫堡都是1比1 就是入球 功力今年是弱了我 還有你說的 踢法已經開始成熟了 不是迫你踢了 那你慢慢猜的 我做防守很多時間 所以我看好 哪一隊輸贏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看好入球應該也不是很多 我都覺得 爬懶 我也覺得是的 這場未必入球大的 這場真的兩隊碰起來 一隊就不會入球的 隨時 我們不會入球的時候 還有多門帝 還有一件事大家考慮 今個星期都不厭其妙地說 歐聯後遺症的出現是一定會有的 看看哪一隊 當然你說去到拜仁那些 這麼多人腳的機會率是很低的 但是相對多門帝來說 如果德甲來說 我就覺得他出現的機會是大 尤其是看上一季 他打歐聯 要不就影響歐聯 要不就聯賽不放棄 他就影響了歐聯 那今年歐聯 為什麼可能擺重一點的時候 他可能玩手影響了聯賽也未定 所以阿杰仔說得對 他可能最終贏球 可能一球小勝就收工 所以這場球我也覺得 不妨可以爬冷 而且一球太誇張了 我有點覺得太多了 他贏我也不敢說 他不贏 但是是否可以贏了整個盤呢 就兩體 接著我們又轉一轉 去到二甲賽事 先來一場 帕爾瑪對著費倫天娜 13位的帕爾瑪 對著第六位的費倫天娜 費倫天娜近期值得贊 這班球 上季大家都記得很頑皮 幾乎降班 內亂 甚至領隊和球員打架 只是打架 但是今年表現相當不錯 費倫天娜近期只是輸球 只是輸給拿波利的作客 但是在聯賽也有交代 尤其是在主場贏烏迪尼斯 上一場主場輕鬆贏卡丹尼亞 尤其是黑山各腳 祖維迪今年打得相當好 而且逐了約 東尼也開齋 這個老掌東尼也打得不錯 所以帕爾瑪今屆真的是一般 作客輸了 輸給拿波利和祖雲達斯 你也會預計他輸的 不過主場贏過切禍 但這班球的實力 仁腳始終比費倫天娜差一點 杰仔 這場球對哪隊看高一點 你覺得有幾五五球 雖然帕爾瑪是主場 但占不到什麼優勢 其實看回初盤 帕爾瑪洋評判 98入球大小 兩個盤大做9 大小就沒動了 反而盤卻縮到平手 現在帕爾瑪八 你說如果平手 我自己喜歡費倫天娜 其實這場球我打算初盤 如果帕爾瑪洋評判 一定愛費倫 現在收到平手 有一點麻煩 因為費倫看上去的作法好像很差 但還是輸給拿波利 拿波利是主場特階球隊 對 拿波利很聰明 所以你說這場球平手 我也有一點看好費倫天娜 我也多看好費倫天娜 因為他平手盤 雖然叫回了 但我也覺得值得玩 這場球平手盤和帕爾瑪洋 其實實力真的差不多 而且沒什麼傷病停賽 尤其是最重要的 我都說祖維迪在這 這場球是相差很遠的 而且今年始終有一件事是真的 領隊蒙迪娜 真的士氣好 搞的對方 起碼士氣不會有 好像上屆情況 直到尾段 球員和領隊 直接講手 打架 根本已經過了 所以變成今年的狀況 各方面都順暢很多 這場繼續是祖云達斯 對著基爾和在切和 祖云達斯 其實作客 那場 我看好祖云達斯不用輸 那場作客去到車路士 最終他們表現也交到貨 真的不用輸 不過上個星期祖云達斯 我們也有給過 另外我們的平家 小鬼也給過 這場球都贏了 他能作客贏了 但有一樣東西看到 祖云達斯在聯賽也沒有特別留力 上一仗也很努力的 真的看到贏不到球 就立即下半場換到胡仙力 胡仙力 證明這個球員 對於祖云達斯是相當好 而且我要讚一讚他們的領隊 即是代領隊卡里拉 當然我相信是乾地 垂嚴聽證的 上半場才收起 胡仙力 他們運用的狀態方面 應該是相當不錯 調度得相當好 相對於他們的對手 基爾和 基爾和真的一般 基爾和大家都知道 剛才我講過 他們作客輸給柏爾馬 同級對手 上一場主場 對著拉數 對著拉數也輸了 當然大家會知道 今年這兩季 都打得相當不錯 基爾和或切和 都是季初贏過一場 贏過柏尼亞 接著兩場都輸了 二仔球半多不多 祖云達斯讓球半 都正常啦 看回賽職就OK的 不過有一點擔心就是 歐聯作客完車路士回來 不過唯一好處就是大球會 多球員用 這場球半我也看好祖云達斯 因為看回初半球半 有沒有打算兩頭半 到現在都是一樣 沒有一點變 你講得對 因為其實祖云達斯 周中對著車路士 其實所有最好的主力 出光是基奧雲高 胡仙力 派露維道 馬治斯奧等等 但是呢 其實他後備都相當多好人 比如上一仗 他們追成平手的 哥利亞列娜 這個後備的前鋒 另外智利國的艾斯娜 甚至是馬特里 盧斯奧的老將 基治亞連尼 基治亞連尼 這些都是意大國的等等 金特拿 以及今年打得相當好的馬朗尼 這個年輕球員都可以頂得住 所以其實祖云達斯 今年他花的錢 都是預備了 已經預備了雙線作戰 兩套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看回球半 應該不多 不多 因為切和真的比較弱 應該都不多了 不會覺得多了 應該 我和阿傑仔這場 就是意甲賽事 祖云達斯對著切和 讓球半都是捧主隊的 接著又轉一轉 去到西班牙 西班牙去到貝迪斯 對著愛斯賓奈 這場是兩點鐘的時間 23日星時間 貝迪斯上場 座下的情況下 喊喊喊水 喊喊喊 喊喊八九分鐘 憑著魯賓卡斯道 入球 擊敗了對手 其實我看到貝迪斯這波有一個欣喜的地方 就是他今年打出來的成熟了 大家都知道他那場代表作 就是大炒不易包那場 這波我現在發覺 打突擊好像比在主場打主攻 這波是很有趣的 所以這波究竟是怎樣 所以都要跟大家聊聊 愛斯賓奴真的沒得搞的 怎麼搞的 不懂得贏球 上一場主場 大好形勢大好機會贏 不過他又黑的 為什麼我這麼說 不易包本來跟路蘭迪 談好了 最終都出來了 出來了也有波入 當然不易包的前鋒 另一位前鋒阿杜烈斯也fit 甚至蒙尼安也復出 剛剛及時雨 變成了不易包 其實這個陣容對季初來說 就好了很多 我相信球隊已經開始 消化了查衛馬天尼斯的離隊 其實已經開始習慣了 最終甚至因為 尾段尤其是愛斯賓奴自己也打少過 兩黃一紅 所以阿杰仔很搞笑 領隊我想問你一件事 你們有沒有訓示球員 叫他入球 不要落極忘形 剝衣服 或者現在這條球禮 衝去球迷那裡 慶祝都要拿黃牌 你們叫教練 有沒有訓示球員 我想一定會 任何教練 其實這些是基本常識 自己的球員都知道 我不知道 有些球員真的興奮過度 不管了 拿就拿牌就算了 你看很多賽事 都是很不必要的 拿著球 吹了雞就丟走 其實那些很愚蠢 很必要的 這些是不需要教練教的 基本行來來的 根本是控制不了他 教了給他都可以自己發生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這件事 經常現在都繼續發生著 就是說 德甲好像上一陣 上個星期 賀諾威那場 贏不來梅 其實打得相當厲害的侯斯迪 進了一個杜掛 很興奮 為什麼呢 他最慘的是 連續拿了兩個王牌 他就 摸衣服 然後就連帶衝 摸衣服一定是王牌的 不用多說了 然後就衝到官眾那裡 慶祝 爬上看台 球證就說 我依據球例規定 就要給你兩個王牌 然後他的球員教練都走來講數 不是啦 沒有理由 然後賽後訪問球證 球證說 我沒有偏頗 沒有偏幫 他剝衣服一個王牌 他衝到看台一個王牌 然後 兩個王牌 兩王一紅 好了 這個禮拜平停賽 教練都說 其實是的 球證沒有判錯 球例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 這件事都發生起 就是我講愛斯賓奴的前鋒 朗高身上 他又是入了3比2那球 他就興奮過頭 衝上看台 攬頭攬計同些球迷 又拿個王牌 兩王一紅 最終 搞到球隊 臨完場都守不住 打小哥 然後就83分鐘 被對手追回成平手 幾乎都輸了 愛斯賓奴 所以現在暫時只有1分 其實應該有3分 這場貝迪斯主場出擊 怕不怕貝迪斯不會主攻呢 這場貝迪斯贏過的主場 是的 他就是 反而我覺得是作客 作客贏 對 作客還要2場一贏 這場球也是主隊貝迪斯一樣 坐盤人半球 入球帶小兩盒半 但是坐了一零幾 到現在沒什麼變 看回貝迪斯主場 好像不懂得贏球 雖然踢了一場 但是我看回兩隊 也是 入球能力有保證 這場我喜歡大 喜歡大 因為兩盒半 還有看回愛斯賓奴 作客主場也好 都會入球的 貝迪斯也是入球能力有保證 反而看得很大 其實 好像說得難聽 好像八加諾追大也對 為什麼你看到愛斯賓奴 由開季到現在 四場都大的 你要多大有多大 頭兩場2比1 跟著兩場3比2 3比3好像越來越大 貝迪斯也是 剛剛對上那場 坐下人一球 之前兩場都是大的 是的 所以其實貝迪斯也打得相當不錯 後防也相對不好玩 所以還是不要想 這場讓半球 主場我都沒有信心 但是要下盤又不是 這些愛斯賓奴 隨時又不關手 又長長弄個紅牌 所以其實這場球 我還是那句 穩陣一點 還是入球大 就一勞永逸了 接著說一場巴塞隆拿 對格蘭納特 這場球 是不是不用錢的呢 為什麼巴塞要三球 首先說一下周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這場球 其實巴塞真的 後防線是有問題 其實大家可能想一下 為什麼西伯瓦國家隊 跟巴塞 為什麼一直都要用佩奧爾 佩奧爾 佩奧爾的價值就是這裡 似乎沒有了佩奧爾 防線真的疏失很厲害 現在佩奧爾真的很厲害 還有他的包抄 似乎是功夫好過碧姬多多 好很多 轉身各樣東西都比碧姬多多 好了 這場球對著莫斯科 施巴達 當然 對手不知是否一來 預算盤輸跟你打 二來就沒有佩奧爾 所以其實 都肯攻一下 但是攻勢 都不是特別多 但是兩次就兩個入球 其實他有五次起腳 但是有兩個入球 有一球球就是丹尼亞維斯擺烏龍 但是那個球我就覺得 有人問我 我就覺得不可以怪丹尼亞維斯 因為前面 碧姬流 那個球就貪不到 卻不知那個球撞了 因為丹尼亞維斯是中緊向後的 右腳根本都擺不到來解圍的 所以就踢了入網 雖然曾經比莫斯科斯巴達 曾經領先到二比一 但是巴塞始終是巴塞 尤其是他們的逆風 今年很受重用的泰魯 打得相當好 他進了波茲亞 助攻美斯 追回成二比二的球 當然美斯梅可二度的情況下 最終有驚無險 但是呢 我相信街外有很多人都輸死 真的這場球都輸死 所以呢 現在巴塞的球 你覺得捷入球比較好些嗎 阿杰仔 看對手吧 有時候有些 攻力對手 攻力比較好些 真的可以不妨追打 說說對手格蘭納達 上星期我記得 跟大家有做語音分析的 他主場對拉科魯尼亞 但是格蘭納達的問題在哪裡呢 他也是攻勢多的 但是呢 不適合入球的把握能力差 但是上一場對著拉科 其實都是屬於五球的感覺 因為其實兩班球 實力差不多 其實也算是差不多 所以射門指數呢 雖然都拿到14次 但是呢 其實他的入球能力 都是只能夠入球 但是上一場 其實他們兩邊都各有紅牌的 對著拉科的時間 所以其實下半場呢 就實雲應戰的情況下 最終呢 就1比1 那這場球的臨場 我也有比小的 兩球兩球判 就是叫做執判格 那其實 你說拉科是否打得很好呢 都不是打得很好 但是格蘭納達呢 就真的攻力很疲弱的 這班球 那結仔這場球 怎麼投注取向呢 你覺得怎麼搞呢 這場球 看看初盤吧 巴塞養到兩球判 三球八六 又說大小三球四球又是八六 到現在盤沒有一點變 回到入球大小 去到四球十足 那我這場我看好入球細了 四球 五球我才輸了 那看回 這場球你說巴塞會不會收起美斯呢 我覺得很大機會收起美斯休息了 那你說格蘭納達 出了名字作客 差的了 很差不懂入球 不懂入球的了 看是頂不得住的 那你看回巴塞 沒有了美斯 我經常覺得這隊球沒有了美斯 已經是不行的 真的靠美斯而已 那這場球你說 後防 就算怎麼差 但是對方都不懂入球 只不過看巴塞能不能入球 那我預計他可能大衛偉拿會踢 那些 但是始終不是很適合 那我這場球我就 巴塞一定贏的 但是我想 未必贏得不夠 我勸大家看球 你這方面太多 但是老實說 現在發覺近兩三季 巴塞開始有些拿捏到 他贏就贏了 還有他帶來和馬八分 他贏球就可以了 一定要大炒 沒有必要大炒 也沒有義務幫你贏盤的 老實說 所以這些球是最惡搞的 我真的覺得 他可以贏兩球 他可以贏三球 他可以贏五六球 他有本事 他可以炒你半打 都隨時 就是看這場你歐聯也是 看著他輸才發力 對 發力就慢慢贏你了 好像看著你來踢 沒錯 所以這才是最惡搞 我還是那一句 看球就算了 這場看球就算了 好了 閃閃閃閃 星期六這一集的贏球攻略 都夠了 當然 除了贏球攻略之外 還有其他我們名家 細鬼 陳炳安 蘇居王 習塞Dino 還有盆王傑和我的一些提示 還有一些提供 還有語音悶人分析 接下來當然我們的 本門18.net 會繼續有更多的 暫身的資訊 還有更豐富的資訊 給大家 時間差不多 明天再見 繼續有贏球攻略 拜拜